請看到十三頁古典花式畫法 古典花式看似很複雜、繁瑣 其實它的結構就是以圓為主 分別是順時針的圓 與逆時針的橢圓 不同角度的圓做組合 先來看到第一個花式的組合 第一個組合左邊用的順時針橢圓比例比較大 第二個逆時針橢圓比較小 利用不同比例的圓做組合 這樣花看起來會比較生動 現在進入到做示範的部分 把剛剛比較大的順時針橢圓描繪出來 右邊組合的是逆時針 比較小的橢圓 在畫橢圓曲線的時候盡量放慢速度 這樣才能夠把圓畫得又圓又漂亮 為了讓花朵看起來更茂盛一點點 我們可以再做各種不同角度的橢圓組合 請看 在修筆的地方再加上一個小回環變化 最重要就是改變它的比例就可以了 在兩個橢圓中間我們再加上花蕊的線條進來 這個線條是在我們第二頁的正握畫法 利用兩種不同顏色的筆 讓你清楚知道花的架構 接下來我要用沾水筆來做示範 把前面所練習的巨像的小花草 再加入這一個古典的線條裡面 這是順時針的圓 再加上逆時針的橢圓 在起筆的地方我們要小心壓筆 到底部的地方要把力氣放掉 變成上揚的細線 在梳畫的時候記得要轉紙 這樣比較方便壓筆 現在再重複不同角度的橢圓 再組合進來 在收筆的地方一樣加入小回環來做裝飾 主架構有了之後 再把前面所學的巨像的花草葉子放進來 這樣就可以把花束具體化 在這裡我們加入第二種葉子的畫法 來增加花束的變化 利用點壓點壓的方式 葉子可以從大慢慢變化到小 讓葉子看起來栩栩如生 在小回環的地方加入小葉子 讓花束看起來更具體化 這樣就可以輕鬆完成一組小花式的畫法